七夜甲級男女排球聯賽在台中站進入第二天 加展開一年三場比賽 第一局賽事是由台電隊對上慧紅隊 一開賽慧紅積極進攻 連拿下兩局取得聽牌的優勢 但第三局開始後 台電開始反撲 使大比分來到2比2 最後由何燕子、王欣廷輪流開火 加上慧紅隊失誤過多 使台電以3比2強向女子第五勝 賽後何燕子對這場比賽的看法是 可能是昨天是打最後一場 然後接著今天是打第一場 不知道是不是比賽還沒回事 對 就是整個就是很滿價 接下來的賽事是由米之龍出戰台電 一開始米之龍以25比18輕鬆拿下第一局 而第二局台電隊雖然把比數追到一度領先 但最後還是無法抵擋米之龍的氣勢 加上吳宗宣與雙胞胎劉紅姐與劉紅敏的強攻 最終米之龍以植羅山擊敗台電隊 因為我本來就很舒服啊 所以我可以把我再只有他們 2幾點而已 而今日最後一場比賽是由國訓隊出戰 勘敵隊雙方一開打便陷入交戰 但勘敵隊仍不敵國訓強勁主將的大砲攻擊 以25比27 22比25 23比25 敗給國訓隊 而拿下上半季第七勝的國訓中心 目前排名著戰局第一 記者洪梅芬 周庭穎 台中報導 提議 第十分協究 不過 我只有